回到西班牙 加拉泰隆尼亞現在罷工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公投 獨立 公投就過了 過了以後真的覺得應該 公投是至高無上的政治道德 不是這樣子嗎 應該讓他獨立 英美各國都應該支持才對 公投 克里米亞人家公投 要回俄國 你們就干涉說不行 西班牙公投 加拉隆尼亞公投 為什麼不讓他獨立 結果那個頭頭 還要被抓被關 跑了 西班牙政府還通緝他 然後後來這幾個頭頭搞 現在判刑 9到13年 通通判刑 加拉泰隆尼亞 大家知道他有名的 巴斯爾隆尼亞 到過西班牙一定會去巴斯爾隆尼 是最有錢的 就是因為這個地方有錢 所以西班牙的財政都靠 都要靠加拉隆尼亞 所以人家說我們可以獨立 我們幹嘛搞到西班牙去 你們在那邊逍遙 在那邊窮極奢侈 都是我們的錢 我們幹嘛給你 不行 你們不能獨立 獨立的話 公投過也不行 把你們都抓起來 判刑9到13年 然後當然他們就不服氣 所以罷工 而且現在都學香港 霸佔機場 讓國際航班不能夠通行 霸佔機場 而且蒙面都這樣搞 大陸外交部也講話 大陸外交部講什麼 我們聽聽看 發生在不同國家 不同地方的違法暴力活動 哪怕表現形式一模一樣 但是西方的一些政治人物 和西方的媒體顯然是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 或者處理的方法 那我想這只能再次說明至少兩個問題吧 第一 所謂的民主和人權 只不過是西方干涉香港事務的一個 道貌黯然的藉口 第二 對待暴力違反活動 只能是一個標準 一種態度 雙重標準 姑息縱容 到頭來只會害人害己 那道路關心是香港 它也不是真的關心加特隆尼亞的獨立 就是說你看看 對不對 為什麼加特隆尼亞 你們就不講話 香港就講話 西方國家顯然有雙重的標準 那是偽善的 來 立文 不一樣 加特隆尼亞是獨立 是分裂 香港並沒有要求獨立 香港要求獨立的 或者說要求從中國永久分離的 其實還是極少數的人 你今天香港的這些 所有的這些抗爭 運動 其實大部分它並沒有要求獨立 但加特隆尼亞是要求獨立的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的意思是說不管怎樣 都是人民上街頭 都是霸佔機場 你西方就譴責香港 為什麼不譴責加特隆尼亞 西方沒有支持加特隆尼亞 我就是 他知道 他就是你是雙重標準 沒有 所以我說華春瑩講的不對 為什麼 他講的不對 第一個西方沒有支持加特隆尼亞 獨立 他為什麼不支持 因為他是獨立運動 所以不支持西方不支持 公投通過 克里米亞 所以你西方是雙重標準 西方在很多事情上面 是雙重標準 但是大陸講的這個也不是事實 今天香港也不是像加特隆尼亞 是要求獨立 是要求永久的獨立 這是兩回事 其實現在整個西方的氛圍 是不支持獨立運動的 是不支持分離主義的 因為你這個沒完沒了 你會造成整個地方區域的動盪 所以其實西方是不支持 加特隆尼亞獨立的 加特隆尼亞獨立就很簡單 因為他就有錢 我不要跟你其他的窮親戚混在一起 你們這些人都長期靠我的奶水 那其他的窮親戚 不能讓他獨立 我們就完了 那這個是一個長期歷史的一個問題 我們不去做評論 他們自己希望能夠透過和平的方式解決 我們不願意看到這個 那他們對香港的干預 是什麼樣的干預 我不曉得 但是我們當然就是說 你今天香港要求的 西方能怎麼要求 也只能要求你警方在處理的時候 必須合乎人權 你不要對於這些所謂 就是說你就是依法制法 也只能講到這樣而已 香港也沒有要要求從中國獨立出來 那終歸一句話 你中國要自己面對香港的問題 不管外界怎麼樣介入 如果你中國的一國兩制是成功的 你可以贏得福人 中國要自己去正視港民的憤怒 這些香港人民對不起 他們並沒有要獨立 加特隆尼亞問題有一個是西班牙 因為歐盟的國家 像這裡面的大骨像德國也好 法國也好 他們沒有辦法支持 加特隆尼亞獨立 雖然可能內心有些的同情 原因在他們非常需要西班牙 繼續來支持歐盟 因為歐盟出現了裂痕 英國要離開他 所以他們要去支持西班牙政府 要反對讓加特隆尼亞獨立 是由他自己利益的考量 全世界的國家都站在自己的國家 利益上面去計較 美國態度本來就有他的矛盾的地方 他有時候支持像這個問題 加特隆尼亞獨立跟香港的問題 他當然沒有一樣的態度 在香港上面對美國來講 香港太好了 你在大陸旁邊你們是黏在一起的 我就在這個地方搞你 我就把反共的這樣一個圍堵的線 就推到香港了 都不必靠 連海都不必相隔了 直接就到達陸地了 對美國來講 這是符合他的大戰略 要圍困中國大陸 讓他出不來的那個戰略 不是 他主要 我剛剛講克里米亞 香港當然比西班牙 可能是他的這個 你說暴力的程度 現在可能加特隆尼亞在學了 但是克里米亞當時是公投 公投要回到俄國的懷抱 西方知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但不支持 還把俄國罵一頓 而且其實有點是修理課裡面 所以你不可以這樣子等等 所以同樣是公投 對不對 在西班牙的公投 西方也沒有支持 可是當西班牙去痛殺這些領袖的時候 西方有講話嗎 也沒講話 所以基本上美國或是歐盟這些國家 就是雙重標準 他基本上就是 反正對我國家有利 或是對歐盟有利 我就不希望看到你西班牙去分裂的 當克里米亞 當克里米亞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我要干涉 因為什麼 因為你怎麼可以到 回到俄羅斯的懷抱 是不可以的 不只 其實美國在2017年 這個加特隆尼亞 他們的公投通過之後 其實美國表達過的態度 他是反對獨立 而且他說加特隆尼亞 是西班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為什麼今天中央大陸 華春英會出來講話 因為他認為目前香港的問題 當然他們認定的是港獨 所以他們認為說 美國在背後 不斷的去支持港獨 所以他才會批評說 那你為什麼用雙重標準 當初你說你不准他們獨立 你今天就幫助香港獨立 所以他的意思就 香港就沒有要獨立 所以我們就說 但是對 但是中央大陸就是認定 而且中央大陸 目前面對香港問題 他最擔心的 我跟他最不樂見的 就是他認為中間的 一小撮人想要搞港獨 而這部分的話 很可能會繼續擴大 而且這部分的話 會連帶的影響到 中國大陸 不管是在新疆的部分 西藏的部分 或是台灣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對於 中國大陸來說 他們當然希望把這事情擴大 然後去指責美國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不應該這樣做 但問題是 他確實是要面對 他自己的問題 因為香港其實 獨立的這一部分 還是一小部分的人聲音 他其實真正貧富差距的經濟問題 美國是用多重的標準 去看每一個國家的情況 他每一個當作一個 單獨的Case來看 在台灣的問題上面 美國就是為什麼講說 兩岸都不惜改變現狀 對台灣來講 他就告訴你民進黨 你要想搞公開宣布獨立 我是不會讓你搞的 所以小布希的時候 為什麼那麼恨陳水扁 要派莫健 Moriati到總統府見陳水扁 要叫他你公投 你不能這樣亂搞公投 公投搞獨立公投的話 結果美國跟中共 就要兵龍相見了 就很簡單 為什麼我們是鳥籠公投 為什麼這個公投 也不能夠公投修憲的原因 連蔡公投都接收 就是因為美國的壓力 所以民進黨也只好認 就是美國不可能 讓你公投獨立 是這樣 這個國際一樣就是政治現實 每個人你說不可能 當然是美國 再讓他美國利益考量 天經地義 也沒有辦法改變 但是 勇敢的台灣人 就應該公投獨立財隊 還在等什麼 但是 我站在我美國利益的時候 我還不能夠 我還要做的 表面做一回事 但是我至少要在理智上 站得我 我還要受一個約束 叫做不干預他國內政 所以他不會真的 在明目張膽說我支持 加塞隆納獨立 或我支持香港獨立 或我支持台灣獨立 他都不會 華春瑩在講話 那在看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現場幾位來賓 也講說聲音還蠻好聽 弄得很溫和 這是不是兩套標準 剛剛這個立文傑還有趙先穎 今天有特別點出 到底是不是兩套標準 這看於到底有沒有獨立 可是中國大陸十三億的人民 在看香港事件的時候 包含我們之前談NBA 為什麼會有人挺祖國 他們相信香港 是有人在搞獨立的 因為大陸是這樣宣傳 他們也會看到很多的一些訊息 華春瑩他今天 華春瑩不是每次講話都這麼溫和 他今天對 你要去看 他上次這個索羅門群島 說要跟我們斷交的時候 美國說怎麼樣 他去罵美國的 他也是會兇的 所以我就說這種場合 其實他在對內 他讓中國的十三億的人口 對於祖國是有信心的 你可能沒有錯 香港事件我們不用懷疑 這個事情我們的處理 因為你看西方國家就是雙標 這種時候 我們就要暫定我們自己的心 剛剛在講肯亞 其實幾年前肯亞為什麼 會跑去抓詐騙飯 雖然中國大陸是沒有選舉跟投票 我講這個話可能在台灣不中丁 可是他們很注意民意的流動 或是很注意民意的控制 所以這個記者會我的解讀 不用去從不同的角度看說 到底誰會相信誰 至少他讓中國大陸的十幾億人看了以後 我們處理香港事件 看起來是沒錯的 因為西方國家 美國是不可信的 美國是雙標的 他意思就是說 同樣的 同樣都是這些暴動 或是暴力事件 在香港跟警察對打 在加州那邊跟警察對打 然後街頭也燒火 這邊街頭放火 然後機場被癱瘓 機場都一樣 但是你美國為什麼 只來譴責香港 沒有去譴責在加太隆利亞這樣的情況 他主要是講這個 要是不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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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讓警察對打